你為什麼要悶死你阿公 為什麼 低著頭回避記者問題 男子被逮捕後 在警局顯得相當鎮定 誰想得到 這個24歲的年輕人 竟然狠心殺害 親手帶大自己的阿公 是孫子用年輩悶死祖父 最主要原因是要錢不成 所以才逗下徒手 告別式會場 家屬揮揮手 面對逆輪凶殺案 不想再多說 死者是苗栗一位 80多歲老翁 隔天就要出病了 原本以為是自然死亡 檢察官想驗後 卻發現案情不單純 用來行衝的毛巾 被丟在草叢裡 兇嫌試圖掩滅證據 死者10號上午 被發現沉屍在房間 但案發後 跟他感情不錯的長孫 遲遲沒有回家 還揚言準備要跑路 引起檢禁懷疑 原來日前無性嫌犯 向祖父要錢不成 反被痛罵一頓 就此埋下殺機 9號下午1點多 他趁著祖父睡午覺 就跟姚姓友人合力行凶 並搜刮房內8700元現金 那當天他是有喝一點酒 然後約幾朋友 共同犯下這件殺人案件 他天上都有跟阿公要錢 翻開胸閒臉書 除了自拍照 就是手機遊戲PO文 他平時沒有工作 常跟祖父要錢 最後居然為了8000多塊 就殺害阿公 簡直大逆不到 記者彭志明線林苗栗報導 已經屬鬧了 你又靠我們 取 São 網友